蛤? 制茶職人王力宏 我不得不說 它這個喝起來非常的順 一點點那個色的感覺 折著開箱今天要來帶大家喝茶 實在是太開心了 最喜歡這種吃吃喝的單元 今天我們要來吃喝的東西 好像又蠻有深度的 蠻有各種橫向連結 它的名字叫做 X5 Project 台灣茶葉禮盒 它就是與台灣的24位茶職人有合作 然後推出了有45款的茶包 簡簡單單漂亮的一盒 這個禮盒裡面居然有45款不同的茶葉包 那同時呢 它又有與45位不同的創作者合作 所以你看到每一包都會有不一樣的樣貌 除了這個禮盒以外 我們還有這個 一本看起來蠻用心的小卡 不只喝茶 它還有不同的一些體驗在裡頭 因為它有特別寫說 就是介紹想要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這個 透過喝茶來認識台灣的美好的地方 所以它很多都是寫英文 那這邊X5 Project 它要寫就是人事物學遊 我覺得應該是這個意思吧 五個X5 然後這邊有個X這樣 我亂猜了 但是 我覺得很有道理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啦 因為我們剛剛在研究說 它等於是X5還是X5 還是怎麼樣 X5好像也合理 也合理啊 但反正就是一個 可能各種的連結 它希望可以透過這一盒 茶葉來做到 那我們就來看 裡面到底是長什麼樣呢 你看喔 這裡面有非常多包 那我現在隨便抽一個起來 你會看到 好像這個 它是按照編號順序去排的 一號二號這樣 那像一號這個 碧紅烏龍茶台東鹿野 蛤 智茶職人王力宏 下一包是誰 下一包是 陳惠玲 不是香港那個 然後第三包是北埔鄉農會 所以我覺得第一包 它只是剛好叫王力宏而已啦 你看人家長得也不像王力宏 好衝擊喔 好我們等一下來喝王力宏做的這一包好了 然後後面有寫藝術創作者是FISH鄧宇婷 就是它這個茶包上面 它每一包上面都有不同的那個樣子 像這個是比較走插畫風格 所以它其實上面有非常多詳細的介紹 那包含呢 它背面就有告訴你要怎麼去泡它 有熱泡跟冷泡 然後它的發酵度是到什麼樣的程度 以及就是 它要怎麼保存啊等等的資訊 它全部都有寫在裡面 所以其實你這一盒啊 買回家你其實可以認識到非常多種台灣的茶 然後各地的然後各種的發酵的方式 各種的茶種全部都可以認識到 其實是非常酷的耶 我覺得 我覺得真的是你喝完 你會想要把這個包裝保留下來 好我來看一下有沒有什麼特別的 又是王力宏 王力宏他泡很多茶耶 你看王力宏還有這個蜜香紅鴨茶 林俊傑 林俊傑 六十烏龍茶 這個也是林俊傑 六十烏龍茶 我們等一下就是挑三包來喝喝看 然後我們現在先給大家看它所有的 你看我們現在把它整個所有攤在這邊 雖然它每一包上面的茶話都不一樣 但是你整個看起來也會是和諧的 我覺得它整個把它整組做得非常的不錯 可以讓你認識到 你看喔 南投 嘉義 花蓮 桃園 新北 彰化 宜蘭 然後每一個茶幾乎都是不一樣的味道 目前看好像還沒有看到重複的耶 就算都是烏龍茶 它可能還是有 譬如說 紅寶烏龍茶 中培烏龍茶 嘉葉烏龍茶 然後它的圖面 其實也會有一些搭配到 譬如說像這是祖母綠紅茶 它畫了一個祖母在上面 這四十五個全部都是不一樣的人創作 所以我覺得 這個工程也是蠻大的 這整盒我真的覺得非常適合送人 就是拿到的人會覺得非常的驚喜 會跟他之前所看過的任何的茶葉禮盒 都完全不一樣 這樣就可以知道說 我喜歡喝的是什麼對不對 等到以後你到那種 泡茶的地方 你就可以很專業的說 我要老張 聽起來就很厲害 因為像我們對茶就是 不太了解 像有這樣子的方式去嘗試 倒是真的是蠻不錯 那我現在開一下這個卡片好了 看它卡片上寫些什麼 你看它全部都是對應的喔 王力宏的 你看第一 一號王力宏 然後它有這張完整的圖片 然後你看它後面寫什麼 喝茶日 節氣氣溫 它的確就是你喝完之後 你可以把你的心得寫在上面 對啊 每一次的品茶印象 第一泡 它計時 然後色調跟韻味 它這邊有一本是有舉例耶 就是它有先寫給你看 計時幾分鐘 然後色調是淡雅的紅 韻味蜜香 泡起來的香氣有淡淡的果香味 好有趣喔 甚至是用什麼茶具泡的 都可以記錄 因為其實真的啊 你這麼多種茶 你喝了會忘記對不對 那你可以這樣子記下來以後 以後你就知道說 我當時喝這個茶的那個感覺是什麼 然後我下次要再去選茶葉的時候 我就知道說 哪一種茶是我喜歡的 然後我當時喝的感覺怎麼樣 不用說45種 你只要給我10種吧 我喝完就忘了啦 就會搞混了 那我們現在就來選3種茶 來喝 我看一下王力宏的 職人王力宏的作品 有一個是 碧紅烏龍茶台東鹿野 然後林俊傑的是 花蓮富林 它有60紅茶跟60烏龍茶 蜜香紅芽茶 然後跟60烏龍茶 那我們選一個別的地方的 然後別的茶種 還是佳葉美人茶 它是無氧發酵無咖啡 看起來蠻全面的 我們就選這3個好了 6號、9號跟34號 佳葉美人茶 是由林廣麗 致茶職人林廣麗 然後上面畫了一個珍珠奶茶的圖案 那我們現在就來喝 蜜紅的茶 蜜香紅芽茶台東鹿野的 你把它打開 放入茶包 然後熱水沖泡3分鐘 它的發酵度是5顆星耶 好香喔 而且就是甜的那種香味 那我們3分鐘就用提桿好了 覺得這個茶職人應該也很困擾吧 我要跟大家特別講 台東鹿野的王力宏 絕對不是我們新聞上看到那個 無江康斗的那個王力宏 它這個很酷喔 你看這樣泡的 然後它已經變成很黃澄澄的顏色 我覺得它就是還沒被沖泡的時候的那個味道真的很甜很重 但泡完反而沒那麼重 我本來以為泡完味道會更明顯 但反而它泡完的那個香味沒有到這麼甜膩 我不得不說它這個喝起來非常的順 一點點那個色的感覺都沒有 有多順 對一點色的那個 就是它非常順 感覺是那種在那種厚茶的店可以點到 嗯 比如說職人的茶是真的是不錯 再來俊傑 俊傑 烏龍茶的發酵度是一顆星 也是泡三分鐘這樣子 茶包 喔 它這個 完全就不一樣 你看我們剛剛的那個茶葉 是很細很小的 它這個是完全是一顆一顆的 這個味道就 完全沒有剛剛那個那麼重 我們給俊傑一個機會 這個佳葉美人茶 上面畫一個珍珠奶茶 來自嘉義梅山 我們幹嘛來泡 它也是浸泡三分鐘 然後它是無氧發酵無咖啡液的 它的茶葉跟剛剛那個俊傑的 這個一顆一顆的比較香 我覺得應該是剛剛那個蜜香紅茶 實在太甜的那個味道 導致我們現在聞這個都覺得 沒有什麼太強烈的味道 可是有可能它是很好喝的 但我覺得這個茶葉梨盒真的很有趣 真的是送禮自用兩香儀 自己在家泡也很有樂趣 然後送給別人 也非常的讓人覺得很豐盛的一個茶葉梨盒 又可以認識各種不同的茶 我們今天最後呢 抽獎的獎品就是這個 我們剛剛一直覺得很有趣的 泡茶的杯子 所以有興趣的觀眾一定要記得 在最後來留言 好啦,我覺得時間好像差不多了 這個就跟剛剛荔紅的比較香 我們宣布今年的金曲歌王 王力宏 我覺得力宏的比較好喝耶 你看蛋嗎? 我看看 而且我覺得這不能這樣比 力宏的我們選了紅茶 然後俊傑我們選了烏龍茶 可能其實倒過來 因為人家俊傑也有白石紅茶 然後力宏也是有烏龍茶 我覺得這個很適合配一些茶點 這個真的是配餅乾什麼蛋糕之類的 因為如果餅乾跟蛋糕配剛力宏就不配 因為那個太甜了 沒有辦法去襯托甜點的味道 所以他們的功能有點不一樣 而且其實它一樣也是順 也是完全喝不出任何的色 我覺得這是他們共同的特點 但因為現在現場沒有幫我準備點心 所以我就比較喜歡喝力宏的那個紅茶 其實都蠻好的 我現在喝這個是嘉義莓山的嘉葉莓人茶 那香味又不太一樣 那香味也是有比這個重一點 你喝過的味道 我怎麼覺得這個茶喝完有一點點酸酸的感覺 怎麼那麼特殊 觸動到我味蕾比較後面的那種 有點酸酸的那種後味 我跟你們說這三杯茶全部喝起來都非常順 可是它真的味道都完全不一樣 我完全可以說 就算你不給我看這三杯的顏色 你把它整個倒過來 我也是一喝就可以喝得出來 他們分別是什麼茶 因為他們的味道真的差太多 那我覺得這樣子 你一喝喝下來 也會發覺到非常多不同的東西 因為我們只是隨便挑了三杯 它就展現出完全不一樣的味道跟特色 但我必須說三杯都是很有水準的茶 不然不可能他們會有各自不同的表現 而且喝起來至少都是順的 你絕對不會喝到卡卡的色色的那種味道 今天我們來試喝這個 X5 Project 所推出的台灣茶葉禮盒 我們從裡面隨機挑選了三款出來 發現它其實真的是非常特別 而且都呈現出不一樣的味道之外 我覺得它整個設計很用心 結合了24位不同的茶職人 跟45位的藝術家去做創作 把它做成一個非常有誠意的這個禮盒 讓你可以一邊喝一邊認識 各式各樣不同的產地 跟不同的特色 不同茶種 不同發酵的茶類 所以不管你要自己來 家裡面就是品嘗或是要送別人 我覺得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選擇 我覺得團隊他們很努力去 每一盒的這一些 整合起來的這一些 組合 然後讓我們對於台灣的茶 有更多更多的認識 我覺得非常好 所以也非常的鼓勵 就如果你看完覺得很有興趣的話 你真的可以買一盒 來支持他們 然後來嘗試看看 真的每一包應該都會讓你感覺到 不同的驚喜喔 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 關於這個茶葉禮盒的話 我們會把這個他們的頁面放在影片底下 你可以再去好好的研究看看 那我們今天的獎品呢 就是我們現在大家所看到的 三杯這個泡茶的杯子 等於有三位幸運兒 可以來獲得這個茶杯 我覺得還蠻酷 而且它中間的那個是陶瓷的 我覺得它質感 然後也蠻可愛的 只要另外想要以下兩個步驟 第一次訂閱我們的頻道 第二次在影片底下留言 hashtag 咳咳開箱 那你就有機會可以來獲得 我們剛剛所用的這種 泡茶杯 在留言的時候呢 也可以跟我們分享 就是 對於這個 台灣茶葉禮盒的想法是什麼呢 你看我們這樣子 開箱完以後有什麼感想 或是你對於裡面的 哪一些茶種 比較有興趣呢 或者是如果你來購買了這個 茶葉禮盒的話 你會怎麼樣去運用它 都可以跟我們好好的來分享一下 總之呢 我個人是蠻推薦這個茶葉禮盒 大家可以真的買回家試試看 今天的開箱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